《纳漏八》《纳漏六法》 这个纳漏八这个纳漏六法 可以讲已经把这个六法通通都讲完 从灵热法开始一直到破瓦法 一共有六个法 这个是祖师传下来非常珍贵的大法 那么应该讲起来 要把这六个法全部通通修成 就也是蛮困难 蛮困难要花很多时间 全部要修成非常困难 那么我们行者可以选择你比较喜欢的法来修 这六个法当中啊 比较重要的一个法就是灵热法 灵热法是比较重要一点 因为你要学这个红光大成就 一定要学灵热法 先有热 然后有温度 有烟 有佛 有光明 这六个法的基础啊 应该讲起来也是灵热法 所以灵热法应该要修 修成了灵热法以后啊 其他的五个法就比较容易 可以讲是比较容易 然后我们密教里面呢 这个 在这个本尊法方面呢 主要是修这个 身清静啊 口清静啊 意念清静 这个跟一般显教是差不多的 但是藏密里面呢 特别有气脉明点的修法 那么气脉明点的气最主要呢 是保平气 跟九节佛风 做基础 再来呢 你必须要灵热法 一定要修成 因为你有了灵热法 你才能够修明点法 修无落法 接着修这个六成就法 就是纳洛巴的六成就法 依照我讲的这个程序啊 你必须要这样子 这样子去修才好 那么 华有这么多啊 有六种法 难道全部都要修吗 那倒是不一定 所以全部都要修 你只要一法成就啊 很可能的一法 你就通很多法 因为放官啊 跟这个静光啊 静光跟这个放官法 跟这个破瓦法 跟梦啊 这个睡梦啊 睡梦法 都是 其中都有关系的 都有关系在这里面 所以你一法通啊 很容易通其他的法 很容易通其他的法 最重要是要把灵热法修成 你这个灵热法修成啊 你这一股气啊 你就可以到中丹田 到上丹田 可以降下来 可以降到这个中丹田 又可以降到下丹田 你可以偏行 偏行 偏行你身体的各个部分 你越修越精 越精纯啊 你的精神就越好 你的这个法的基础就越稳固 你身体也不会有毛病 气很充足 而且能够应用你的这个气 这可以讲啊 现代人经常专门讲这个气功啊 其实密教里面啊 这个宝瓶气啊 九节佛风啊 都是气功 都是气功 用这一股气啊 来修行 我们就是用气功啊 来修佛法 那这一点让你了解啊 你真正的能够成就啊 还是要临热法 然后通其他的这个五法 那你在选择其中的一种 你来修 一定成佛的 一定成就的 那么修行啊 一定要有恒心 你要把这个师父所讲的话 啊 要牢记于心 所以这个法器有很多种啊 身为正法器 有破法器 还有脏法器 什么是正法器啊 这上师讲的话 你通通记得住 你能够抓住重点 能够啊 日日去成修 你要创出自己的心得 你自己真的有成就 这个是正法器 而且要有恒心 记住这个师父讲的这个心妙可觉 这是正法器 那什么是破法器呢 你根本没有恒心 今天听了 哇不错啊 法好 明天睡起来 啊 你就不做 你根本法是好的 你不修 甚至啊 你今天听了 蛮有心得领悟的 隔了一个礼拜 全部忘光 这是破法器 什么是破法器啊 就以前比喻是这样子的 这个你哪一块碗 哪一个碗呢 这个师父把这个法乳啊 这个牛奶啊 倒在你这个碗 结果你这个碗是破的 怎么倒啊 它都流掉嘛 所以称为破法器就是这样 师父不是没有教你啊 是把可觉心药啊 苦苦薄薄的教了你 结果你认为啊 不重要 根本没有言去修 或者是今天修了 停三天没有修 下个礼拜再修 下个月再修 那这个是破法器 这个牛奶给你啊 放到碗里面呢 结果已经全部漏死了 这是破法器 没办法的 所以破法器很难成就 正法器很好成就 还有一种是脏法器 因为你最拿出来的这块碗 你的心啊是脏的 is dirty you are dirty people 那是脏人 还有脏人集团 是脏的 师父的法乳啊 是牛奶啊 是很新鲜的 很透明 很新鲜 而且是很营养很好的 给你灌下去 哇 因为你的碗是脏的 整个牛奶也都变成脏的 这个你心术不正 你的心术不正 你啊 学了佛法 只想去赚钱 去骗钱 学了佛法 去骗人 为民为利 不择手段 为民啊 为你自己的名望啊 为自己的利益着想 不是真正在修清净的心 清净的心 这是脏法器 很干净的 这个清白的牛奶倒下去 结果你心是脏的 搞成一团这种 雾七八糟的 那就是完了 这个叫做脏法器 所以啊 这个上师传法 要折法器传授 折真正的法器 你 你切实啊 你的心啊 非常的清净 你不是为民为利 不是骗人 这个师傅啊 要看 要观察 不能随便传的 一传啊 这个本来好的佛法 都给你搞脏了 碰到脏法器传 通通完蛋了 这个佛法都无废了 碰到破瓦器传给他 他全部肉丝了 你讲菩提道次第广论 讲密宗道次第广论 讲的要死要佛 讲的这个口水都快干了 都没有了 讲的筋疲力尽苦苦薄心 他追耳进去追耳出去 是破法器 所以啊 传法要选择啊 正法器 这一点也很重要 オマネペミホム